但目前呢在台灣有哪些真正的有在用這種概念的 我們要趕快請賢瑜爸幫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目前大概我查了一下 比較著名大概有這六種 第一個是就雅虎的拍賣裡面有輕鬆付 輕鬆付 對那針對就是拍賣的支付 那再來就是PC Home它的露天的支付簾 支付簾 對那再來就是那個永豐銀行的豐掌櫃 那最近廣告答滿兇的 可能有些人都看過 那再來就是第一銀行的第一支付 還有就是弘洋的Painout 還有那個歐富堡 這六種 對 但是賢瑜爸我來問一下 這個輕鬆付的話是不是真的只能在一個雅虎裡面專屬的 只能在這邊用 然後支付簾的話也只是PC Home它們專屬的嘛對不對 變成說它們沒有跨平台了 對目前沒有 只能在那邊 是那其他的部分有什麼特色嗎 像是風掌櫃第一支付 還有這個歐富堡 有什麼特色 它是可以跨平台的 是 其他這幾種其實都是用支付的方式 透過第三方幫你做付錢的動作 那這個前提是這個賣家 賣方他可能有這些服務的帳號 然後他有跟買家說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付 那買家才有辦法去付 而不是說買家可以指定說我要用這些去付 目前是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他也是有點代收代付的 目前是這個狀況嘛對不對 但總經理我要請教了 我們現在這個初步的草案已經通過了 但是好像最後面始終沒有辦法拍板定案對不對 現在在法案的部分第三方支付啊 到底是卡在怎麼樣的難關上 因為喔 這個牽扯的業務太多了 以前只有代收代付 我把這個名字講得更清楚一點 不記名的叫做代收代付 有記名的代收代付叫做第三方支付 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就知道到底誰把錢給誰 以前是不知道 那抄上去都可以詐騙 就是你幫我去繳個費用 結果他以為他是買東西 結果是送來我家 那我找不到人 但是呢有記名之後第三方支付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出現 是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好像正在熱烈討論修改當中 對法令的話 就是因為他會牽扯到過去太大的一個產值 譬如說 以我們數字來看的話 在超商的代收 一年大概有一兆 這是一個很大的產值 那以前不完整 要怎麼樣能夠防範他 那這法令就要寫得清楚一點點 不然的話 只規範到網路的部分 實體的竟然去沒有規範 那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所以就有點類似現在在這個操商 很多操商也會做這個類似的一個代收服務 對 這個部分可能要納進去做一個考量 那我們現在是每個月都會到經濟部 開一次這個法令的相關的意見 然後去檢討 那目前以行政院 呃 沾桑政 沾桑政委指示下來的話 應該會在12月底之前 拍板決定 應該是可以拍板定案了 行政院本來會拍板決定 對 但現在來說的話 大家之前很多疑慮 會擔心說 第三方支付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會不會有危險呢 是不是很多人有這個 這一方面的聲音出來 基本上第三方支付有了才不會有危險 是 沒有才會有危險 嗯嗯 那 第三方支付他的這個安控跟嚴謹度其實跟銀行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你把你的錢放在銀行你會不會很擔心 當然有一點很擔心 但是不太會擔心 嗯 第三方支付業者一樣做這樣子的事情 是 所以以後 你帶網路上購物的任何資料 是不會讓商家知道的 是 好 那我們進一步來請教就是 如果真的第三方支付啊 這個概念已經合法了 好 我們已經開始可以在試行運了 但是呢 真正上路之後跟現在目前為止 這上面上可以看到的 這一些概念來說的話 差異在哪裡呢 差異很多 因為現在就是說在現有的法令底下 銀行法的規定 那銀行法是大概這個二十四年前制定的 嗯 不符合現在時代要用的嘛 是 以前怎麼知道會有一個東西叫網路 嗯 以前怎麼知道叫第三方 會有這個電子商務 對 但是沒關係 趕快制定一個新的法 有法源依據來做的話 就可以OK了 可是手續費會不會很高 不會 會很便宜 就是比你跟現在銀行來做還要便宜 嗯嗯 又方便 是 好 這稍微講解完之後 我要趕快來問一下 同樣喔 是消費者也是商家的鹹魚爸 鹹魚爸站在商家 因為剛剛我們就分析過消費者那一端了 商家的部分的話 你會看好第三方支付這個機制嗎 嗯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蠻有意思的 嗯 因為如果我是一個賣家 那以前我常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消費者他要跟我買東西 他問你有什麼付款方式 是 那我只能有ATM 因為我沒有刷卡機 哦 他只能到ATM去轉帳給你 對 那以現在來 如果第三方 因為第三方提供很多的付款方式 信用卡 然後 ATM 然後還有就是超商的付款的方式 所以消費者他可以選擇他適合的方式去做付款 那再來就是如果我是賣家的話 我希望消費者信任我 那當然你如果評價很高 那當然是OK的 是 可是如果你是評價不夠的話 消費者會怕我把錢給你了 那你會不會出貨給我 我在確認我要付款 那這樣子對消費者來講是比較有保障 那我是賣家的話 是 我如果基於讓消費者多一點信任 我可能會願意 但前提是這個手續費 手續費如果不要太高的話 我是一定是願意利用 所以手續費還是一個關鍵問題對不對 如果不要太高 應該哦 還滿樂意來接受使用這種方式的 但是現在我們討論都是在網路上 剛剛總經理也有說了 網路上不要侷限到網路上嘛 其實在實體店面的部分也可以一起納入來考量 那真的有機會可以來搶進實體店面嗎 有 因為我想 可能主持人或是這個觀眾朋友都有這個經驗 是 家裡附近 洗衣店 乾洗的 這個繳三千可以洗五千 或是錄影袋店 那一定會繳三千對不對 對 一定會去繳的 可是你常常發現 怎麼用了兩個月 這洗衣店就關門了 那我繳了錢跑去哪裡了 錄影袋也是一樣 那我的三千塊怎麼辦 那就被他拿走啦 但是如果 這個商家都使用第三方 支付的話 你的錢還是在你的口袋裡面 嗯 你不用擔心 那些儲值還在你的自己的戶頭裡面 它倒了你錢還是拿得回來的 所以總經理你自己本身有這個切身支撥 有啊 我就覺得貪便宜 就覺得說 這錄影袋 我這個一片只要看大概五十塊 後來發現我一片大概五百塊 因為通通都被他拿走了 是是是 所以這錄影袋店最後關門啦 關門他也不會告訴你 也不會退你錢嘛 對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聽到很多的消保團體 開始有這個聲音出來就是說 希望以後不管是實體商店 或者是網路商店 你提供一種 至少一種的第三方支付 也就是說像這個鹹魚爸 它是很有名的 在我手上是很有reputation的 是 只要有錢直接會在你的戶頭沒問題的 當然這就有信任感 但是呢 他至少要提供一種第三方支付 不見得是我們家的 那這樣子消費者的話 他就可以選擇 因為他不認識你的時候 他想要用比較保障的方式啊 是 所以也是另外一種保障的一個 另類保證了嗎 我看到這就代表說 啊 安全 可以相信他對不對 好 不過我趕快來問一下 既然現在看得出來這個法案在12月底 應該就可以拍板定案囉 那麼如果真的已經這個順利通過之後呢 我們未來的發展會鎖定哪一塊呢 呃 我想 我們本業當然是會從這個網路上去去去著手 我們的概念就是跨平台 任何的大商家小商家 都可以用我們的系統 那我們自己沒有開店 所以 我不會求援兼裁判嘛 不然 好 這個老大的支付工具 老二要不要用 所以就會有很多問號很多考量 那我們是純粹的支付工具 是 這就沒有這個問題 再來 大家現在談的最熱就是 我如何從online到offline 我線上 那我線下支付可不可以 對 或者是線下的東西 線下的東西看完了之後 線上支付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all to all 這是一個很大很熱的議題 譬如來講 現在在大陸 以蘇寧電器來說好了 他知道說所有的這些買家都很精 網路上賣的比較便宜 但是呢 我就把那小的店都關掉了 只留下大的店 你們來也不會買 我就讓你們這樣demo的概念 showroom 展示 展示來看 這個電視長這個樣子 看好品質之後 因為你買了 帶回家太重了 對 滿意了之後 線下看完 線上去交易啊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 很多的這個model就會出來 那行動支付出來之後就更方便了 是 以後直接拿手機 就像悠遊卡一樣 逼就扣錢 扣款 就成功 直接用手機就可以扣款了 是 哇 所以在這個電子錢包的部分 也是未來我們會鎖定的一個方向之一 是的 大家不要覺得很遙遠 我想最快可能是今年年底 不然就是明年初就可以實現了 直接到很多的地方去 用手機第三方支付 逼一聲就扣款就走了 嗯哼 好 剛剛我們也稍微提到了 現在超商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這個進一步 要跟他們合作的意願嗎 對 我們希望就是說 能夠讓所有的消費者很便利 你只要到便利超商去買 不管是飲料零食 嗯哼 那你沒有優惠卡可不可以 也可以拿出你的智慧型手機 讓他逼一下就扣款成功 哦 哇 所以在超商付費的部分 也可以來用第三方支付 這個是大家現在都沒有想到的 以為我只有在網路購物上來可以使用 所以剛剛總經有說囉 未來啊 不管是一個電子錢包啊 或是到超商裡面去付費 我真的沒帶錢 沒有帶這個 忘記帶我的儲值卡了 我用手機也可以來付費 然後呢 一樣同樣的概念嘛 也是從這個邊 這個第三方支付的公司來支付 不過挺起來星尼爸 你覺得這個 我們未來的世界 應該會變得更美好對不對 希望是 希望是 如果你有手機 就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跟現在來比的話 真的是很方便的耶 會比較方便 你之前是真的覺得很麻煩嗎 光對賬這些東西 我們的功能就是 在我們今年年底 你手機 最新的APP 是 你說了這個成交的話 它主動會通知 你只要拿個手機 你看 喔 這一筆成交了